天津事变中太平天国诸位将领都不无辜,只有一人除外众所周知。 对于太平天国而言,天津事变是它的转折点,也是太平天国走下坡路的开始。 在这场太平天国的内乱中,诸位将领到底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,一直以来也是众说纷纭,天赋杀天凶,江山打不通,大量的核心将领死亡,让太平天国再也无力招架曾国藩的相军。 失败的结局最终还是来临,在这场至关重要的事变中,除了刚好死在事变前的胡一晃,剩下的将领们似乎都不太干净,他们手中都沾满了自己兄弟的鲜血。 红秀权下密照命名为昌辉除掉杨秀卿,然后又让石打开带兵秦王除掉为昌辉。 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,似乎早已经无可争议,但唯独有一个人,似乎对他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至今仍然存在着争议。 他就是石打开,素有太平天国第一名将之称,按照李秀诚的说法,石打开何为? 昌辉完全是因为替红秀权打抱不平,才会要合谋诸杀杨秀卿。 至于这个计谋,红秀权实际上是不止情的。 至于石打开到底有没有接到红秀权的密照,以及在此次事件中,红秀权是否不知情如今早已经无法靠着,但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天津事变发生之时,石打开到底做了什么事情? 当唯昌辉在江西日夜监城都赶回去诸杀杨秀卿时,石打开此时正在湖北前线,跟清军打得难舍难分。 当他知道唯昌辉杀红了眼,太平天国的将领都快被杀光的时候,他又只带了两个人匆匆赶回去劝阻,结果被唯昌辉杀了全家。 当他赶回军营,带兵讨伐为昌辉时,半路上又听闻宁国被清军围困,石打开又一次顾全大局的带兵解了宁国的围困,这段历史可能并不光彩,因此几乎每一个太平天国的将领都会有不同的说法。 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确认,那就是在这场并不光彩的事变中,也只有石打开一人,真正的顾全了大局,做到了问心无愧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